游客要前往双龙七彩吊桥观光 目前必须搭乘接驳车到最近的点后 在徒步近一公里走进吊桥 且路程几乎都是上坡 来回就要将近两公里 对角力不好的人来说 这段距离走起来很辛苦 也让游玩的兴致大减 走上来很远 脚很酸 很累 而且太阳很大 身体不方便的人也会觉得很辛苦 我会希望接驳车可以再开上来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少走一点路 双龙七彩吊桥启用后 双龙部落每天都会涌进上线游客 对过去一向宁静的部落来说 一时较不习惯 因此南投县政府表示 目前规划的接驳方式 除了望减缓观光交通量 为部落带来的冲击 也希望游客多走走 了解在地文化和美食 因为以前习惯比较安静 一下子人多的时候 可能每个部落都有点不习惯 因为道路的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有考虑到人车分流 我们现在都是管制 在我们的接驳车的点 停车以后搭乘接驳车 然后在接驳车下车点 用走路的商区 其实我们是希望游客 可以到我们部落来走一走 了解我们在地部落的文化也好 部落的习惯习俗 还有部落一些工艺 包括来吃我们部落的美食 南投县政府进一步表示 对于游客反映步行距离太远的问题 会持续评估 也会与部落取得公司后 再考虑是否要让游客的步行点 更接近吊桥 让部落和游客都能互蒙其力 原始新闻No 南投信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